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天帅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英书的经典之作 林焕先生 由吴耀翰大哥饰演的明书 是一个半吊子的道士 虽然不精通法术 但却精通骗术 整天靠着自己养的两只小鬼 大宝和小宝骗吃骗喝 还能忽悠点钱 所谓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学 这次明书还真遇到了一家子鬼 就算有大宝的帮忙也寡不敌众 于是他赶紧带着大宝小宝逃之夭夭了 这个地方不能够待了 到别的村子去捞吧 明书逃到另一个村子里 却被村民误认为是马贼抓了起来 危难之时 幸亏九叔即使出现救了他一命 九叔是个法术高强的道长 为人正义 这时 村民说马贼即将攻进来 九叔带着村民出去迎战 这些马贼不知道修炼了什么旁门左道 居然刀枪不入 但这很快就被九叔化解了 九叔告诉村民在刀上涂一层血 就能打出真实伤害 很快就打得马贼落荒而逃 但马贼的老大贼婆及时赶了 和村民展开了厮杀 这贼婆可不是个好惹的主 一场恶战后 九叔用童子尿逼走了贼婆 活捉了两个马贼小弟 几天后 明书养了两只小鬼被九叔知道了 九叔三下午除二就给他们封印进了酒团里 明书为了救大宝和小宝只好深夜潜入九叔家中 想偷偷放出他俩 却不料放出了一个漂亮的女鬼 可惜这个女鬼刚出现就被九叔吓跑了 再也没有出现过 随后九叔仁慈地答应明书放过两只小鬼 明书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决定和大宝小宝分道扬镳 却不料大宝被贼婆抓去 训练成专门攻击穿盗袍之人的恶鬼 然后就让大宝去村子里捣乱 贼婆则趁乱去救自己的两个小弟 谁知九叔早已剩下了陷阱 贼婆不小心踩到了陷阱 吊死了自己的两个小弟 贼婆火冒三丈 与九叔展开了激烈斗法 先后变出各种毒虫 甚至还使出了失传多年的隐薰术 但是都被九叔一一划紧 贼婆最终惨败 走投无路的他决定自杀 尸体掉入井中 本以为一切都尘埃落定 不料村民却并没有按照九叔的吩咐来处理尸体 结果两个马贼灵魂出窍控制了两个村民 被控制的村民来到宴席上 九叔一看两个人的走路姿势就不对 于是九叔和明叔两人施法将其收服 九叔让明叔油炸了这两只鬼 让他们永世不得超声 而九叔则来到井边看看贼婆的情况 不料贼婆突然失变 飞起来就去寻找自己的两个小弟 明叔在大宝和小宝的帮助下 成功地油炸了这两只鬼 而这时贼婆也赶了过来 看到此情此景 贼婆发飙了 但是他即使失变了也依然不是九叔的对手 便阴险地附在了明叔身上 想借此让九叔有所忌讳 最后在大宝和小宝的帮助下 合力将女鬼撞出明叔的身体 九叔也将祖师爷的浮沉插入到贼婆的身体里 贼婆最终灰飞烟灭 英叔的每一部电影都值得再回味一次 油炸鬼这一段也被称作经典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 看到英叔就觉得很踏实的感觉 很有安全感 反正我有这种感觉 至于我们最爱的英叔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